嗨 好久不見 請問你今天辦的事 那個呀 鄉琴啊 啊 鄉琴有穿帳嗎 你看得出來我是辦植樹 太看得出來了 剛剛在這個場景 我覺得我很格格不入 你很尷尬嗎 對 我覺得我很像口水 對 相隔近二十年 鄭月昌再次穿上制服 呈現惡作劇之吻的 薑植樹一角 就連髮型也不含糊 我感覺很像走抽棚 我穿這樣子跟這個場景 應該是可以的吧 小仲 你這個髮型完全沒有 就是復刻你當時 怎麼可能二十年之後 對 沒變啊 你現在已經快要 不是這樣妝髮花了多少時間 頭髮就要兩個小時 他就這樣一片一片 可是當年是真的 是自己的頭髮 二座劇之吻是2005年 是是是 18年前 那個時候漫畫出來 好像就長這樣 那個時候小仲拍的時候 一出來就是人家說是 漫畫中走出來的花美男美 但其實你知道我當初 接二座劇之吻的時候 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在我之前 大概在05年的10年前 有一個是日本版的 是柏淵從演 對 對 所以那時候要再翻拍就是 因為很容易就是 拿錢做來比較 有考慮要不要接 但後來是聽到就是 跟我搭檔是林依晨 因為我也是從小看 林依晨戲長大 對 因為她的第一部戲的時候 我還是高中生 所以我非常欣賞誰位女演員 誰位女演員 我是依晨姐在家裡看電影 想說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林依晨也給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才 我們一起去把 惡作劇之吻這個系列完成 在惡作劇之吻中 對哪場戲的印象會比較深刻呢 那時候拍一場戲是吻戲 然後是在下雨 但因為那時候的下雨設備沒有 像現在這麼先進是接管子 然後那個雨水會很平均地下來 以前就是拿那個消防車的水這樣 撒 對 然後那個水的那個雨滴 就是非常的 大坨 大坨 所以就是我在跟鄉晴在接吻的時候 就雨這樣 但你這一面在拍我 我在接吻 但是那個水一直從我的臉 從進到了我們的嘴巴 對 所以我必須要再開另外一個口 就是讓那個水都 全部都排出來 這印象滿深刻的 那這個厲害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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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